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44回 这一回延续了前一回的 贤曲乐 欧散金庆兽 大家纷纷向凤姐举杯祝寿 让凤姐盛情难却 以至于饮酒过量 心脏猛跳 于是她打算回房去休息一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无意间撞破了贾连 又在偷情 还偷听到她和情妇鲍二家之间的对话 他们两个 一方面是诅咒凤姐 一方面是赞美贫儿 让凤姐听了是又气又恨 按捺不住 便泼起醋来 那真是凶悍又泼辣 于是让贾连也发狠了 戒酒装风 居然拔出剑来 要追杀法妻 于是演变成一出生日闹剧 连无辜的贫儿都捡了进去 轰动了整个贾府 关于这一回的情节 我要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有关贾家的教育 从贾连的出轨来说 她的问题在于 饥不择食 毫无品味 可认真说起来 贾连除了好色的这一个缺点 其他并没有什么人格上的问题 像这一次动手打了妻妾几下 就属于最初格的一次了 而理由就是违反了贵族应有的风范 你看贾母责骂贾连说 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 我打了嘴了 由此可见 大家公子是不能有这种行为的 那简直是粗野下等人的作风呢 而这种贾家的门风 除了知书达理之外 就是我们一再提到的 宽柔待下 果然 包括宝钗 席人等等所有的人 都说凤姐平常对贫儿很好 等于是她的自己人 这次的颇促会迁怒于贫儿 只是一时的意外 而贫儿自己 也是这样认证的 所以贫儿只是对贾连的糊涂 动手打人 感到百般委屈 果然 后来贾母命令贾连凤姐 向贫儿道歉 凤姐啊 是又后悔 又惭愧 又心酸 还忍不住落下泪来 你看 这只骄傲的 强势的 好胜的凤凰 霸王寺的一个人 居然对一个丫鬟这样深情 这证明了凤姐的内心 有着很柔软的一面 她对于贫儿的忠诚 跟奉献 感念在心 所以 其实也是以真心相待 这两个人 根本就是命运与共的好姐妹 再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 原来 贫儿从来没有被这样粗鲁地对待过 就像她对凤姐所说的 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几年 也没弹我一指甲 而这一次的事件惊天动地 贾连夫妻气急败坏 在迁怒之下 打了她一下 这就已经是天大的冤屈了 让贫儿伤心到这种程度 而且 你看在整个事件里 连贾母 牛氏 李丸 都站在贫儿这一边 替她伸张正义 甚至凤姐这一次偶然的小事物 居然成为一个大罪过 被大家严加踏伐 后来 到了下一回 李丸就用这一件事来谴责凤姐 逼得凤姐额外拿钱 给他们开施舍呢 所以 这又再一次证明了 贾迦确实是一个 宽柔待下的好贵族 讲完了贾家的门风 接下来 我要讲第二个重点 那就是 这一件事惊天动地 唯一喜出望外的人 就是宝玉了 这一回回目上的 喜出望外 贫儿李庄 就是说 因为贫儿受了委屈 被大家拉进大观园里 安抚 劝慰 结果 就给了宝玉一个尽心尽力的机会 他拿出最上等的胭脂 为贫儿礼装 也是在这个时候 宝玉都认为 贫儿比黛玉还要薄命 因此 他偷偷地尽力 滴了几滴眼泪 算是诚心诚意给贫儿的补偿 而这又是一种 以干露水 灌溉小草的慈悲心啊 讲到这里 我要谈的第三个重点来了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虽然 宝玉认为 贫儿比黛玉还要薄命 这当然是很正确的感受 但其实 这并不是一个一般性的评论 因为宝玉所谓的薄命 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的用法 你看他想的是 贫儿并无父母姐妹兄弟 独自一人 供应贾怜夫妇二人 他尽人周全妥贴 进而还遭荼毒 想来此人薄命 比黛玉犹甚 听完了这一段 我们在参照第三十五回 黛玉回到肖香馆的时候 他心里暗暗感叹的独白 也是说 双文双文 双文就是崔茵茵 他说双文成为薄命人矣 但是你虽然薄命 还有寡母跟弱地 而今日林黛玉之命薄 一并连寡母弱地都没有 古人说家人薄命 然而我又非一家人 何以命薄 还超过了茵茵呢 由此可见 他们所谓的命薄 指的都是 没有父母兄弟姐妹 所以黛玉才会说 崔茵茵至少 还有寡母和一个弟弟 那薄命的程度呢 就降低了一点 而黛玉平儿 同样都是没有父母兄弟姐妹 其中贫儿 却遇到了这样的冤屈 所以 宝玉才会说 他比黛玉还要薄命 你看 比来比去 都是用家族成员 作为计算的基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即使黛玉到了贾府以后 过着幸福的日子 却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 也因此自怜不已 大家应该要注意到 黛玉的眼泪 有一大半 其实是为了父母双亡而流的 和爱情无关 换句话说 一个女孩子的生活 即使平安顺利 甚至优渥尊荣 但是没有了父母兄弟姐妹 那就算是薄命了 这么说来 曹月芹岂不是要告诉我们 家庭 对于一个人 是多么的重要 比爱情还要重要得多 难怪 以前宝玉对黛玉的告白 就是把黛玉 放在长辈后面的第四位 而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 标准啊 也是看 是否有父母手足的支持 这在在都反映出 亲情至上的价值观 而这也是前面 宝玉会说 两进其道的原因所在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我先见读